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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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绿色的 绿色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像韭菜一样 说的 说得非常好 我们要做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草 李宗盛 开始取卖力了 我们的倒战 面粉的过程了 嗨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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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我们已经加工收集好了 我们的面粉 不过我们现在的这个 面粉还比较粗糙 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才能变成正子 대표中 vivo moto Wür 巧儿 spider-in-a-s, tablets מע物 小朋友们 你们还知道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哪些东西是小麦做成的吗 我知道包子面条都是用小麦做的 游民伯伯用小麦的杆做草帽 这个杯子是用小麦的杆做成的 你们看神奇呢 今天我们玩了和小麦有关的各种游戏 不算是太开心了 伸出你的手 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 棒棒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真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最棒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小猫们一起去我的农场看看我的好朋友们 我宝贝戲弹 我的农场里有群小木鸡 吵吵又恼恼 骑骑骑骑 爱吃青菜和小米 骑骑骑骑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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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长什么样子呀 它长了一对大大的钳子 一对大钳子 你说的是螃蟹吧 肯定不是螃蟹 螃蟹身体圆圆的 可它的身体却是长长的 而且它还有一条尖尖的尾巴 哦 我知道了 你看到的应该是蝎子 我带你认识一下蝎子吧 这个就是蝎子啊 它身体的形状就像一个小琵琶 它有一对它钳子 它的尾巴是由五个体节 和一个纹饰组成 蝎子长有八只眼睛 背部的中央有一对中眼 头部两侧各有三个侧眼 哦 摩尔 蝎子捕猎一定很厉害 为什么呢 你看蝎子有八只大眼睛 肯定能很轻易地发现猎物 然后再用两个大钳子 把它抓住 虽然蝎子有八只眼睛 但是它的眼睛只能感光 看不到东西 所以蝎子不猎的时候 基本上不用眼睛 那蝎子靠什么发现猎物啊 让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蝎子靠什么发现猎物吗 蝎子的耳朵特别灵敏 它小动物一过来 它立刻发现 蝎子的耳朵特别厉害 能发现特别小的树影 蝎子可没有耳朵 它的眼睛也看不到猎物 但是它的身体表面长了很多的毛毛 这些感觉毛非常的灵敏 能感觉到一米范围内动物的活动 就连微弱的气流运动都能察觉到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蝎子经常会被动的 等在猎物上门 当它发现猎物后 它先用两个拳子抓住猎物 经过一番搏斗 呼呼 就可以美赛一顿了 摩尔 刚才我在看蝎子不猎的时候 它的尾巴怎么也在使劲啊 当然了 蝎子的尾巴可是很有效的武器呢 哦 它的尾巴有什么用啊 每一种蝎子都有毒 而大部分的毒素都在尾刺中 蝎子用大钳子抓到猎物以后 如果猎物反抗剧烈 蝎子就会用尾刺将毒液注入猎物的身体 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将猎物制服了 哎呀 原来尾巴里有毒 还好刚才我没有用手抓它 碰到蝎子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招惹它 虽然蝎子有毒 但是一只蝎子每年不是上万只昆虫 吃许多农林害虫的天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杀害它们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学会就和我们一起唱吧 两只蝎子生前话 后面拖着毒尾巴 见到不要去骄语 能灵害虫最怕它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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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 好的 灵灵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王子西 希望智慧树能收到我的来信 我是个爱吓的女孩 喜欢跳舞 前几天我的家下雪了 欢迎大家来找我玩哦 咕咕咕咕咕 凡是联系外面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 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智慧树官方微博微信 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智慧树家族 进行互动交流 小咕咚 在这里等着你们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